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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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看你了 苏毅表白被拒回了一趟上海 直接就把投资拉回来 这妇女俩更不一般了 我想找工作 怎么 没待几天就觉得无聊了 我认真的 你帮我想一想 你觉得我适合做什么呀 你连来北京做什么都没有想好 就突然来了 我是突然发现 现在每个月没有人给我生活费了 赵王还小 我觉得我自己辛苦一点可以 帮他去实现他的梦想嘛 他二十大好几个人了 他还小啊 你要知道你从小到大是被我们保护的 现在你想要去保护另外一个人 太难了 罗承 你都三十多了 你不还追求自己的梦想吗 是梦想让我每个人都无与伦比的 我是个没有梦想的人 但可以成全因为梦想而发崩的他呀 那你告诉我他什么梦想 唱歌啊 做明星啊 怎么了 你创业叫梦想 那想当歌手不是梦想吗 你能不能不要把生活想得那么梦坏 北京欢迎你来做事 不是欢迎你来做梦 算了我不跟你说了 我自己看着办吧 我自己看着办吧 老总 徐晓鸥考虑怎么样啊 她是真心为你父女俩着想啊 这个洗衣场已经把公司招着想花得奇迹麻烦了 这个时候再让数损拿一千万 那就是好赌啊 谁家的钱也都不是大风寡来的 不能有事就自己下来承担风险 那我不是着急吗 唯一派的市场占有 掠的供应差不多了 他们才刚刚进入这个市场 农霄确实得嫁劫了 你确定让梦坏来做吗 如果要确定的话 我要不要跟那个张总提前投个气 把余嘉恩从相同族里头换掉 为什么呀 为什么你问我 不知道 不用 工作嘛 大家都是专业的 不能掺杂太多私人感情 好 对了 郝总 你呢也别被三十二楼的美色 蒙皮双眼啊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再 你再来再去也再不明白 你这蜗牛的战斗力也太差了吧 实在不行你就充点钱 我前两天刚把那个传过玉取的碎片收集完 别玩了 赶紧过来吃饭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你快点儿 我都饿了 就这 再来一句吧 就这呀 再来一句吧 开始了 你干吗呢 传过玉取你开了吗 左边 看到了吗 左 再说你到北京能干什么 能找到工作吗 能养活自己吗 四川都快混不下去了 还要去混北京 把探校也好 案情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轰轰烈烈的 但是总归要回归生活 你现在北京也安顿好了 你们得对未来有个规划了 好 喂 刘姐 维希 陆子洁到底给你什么好处了呀 你就这么舍不得 走啊 我下周呢会去趟上海 我们见面聊呗 嗯 行 我把项目书和合伙人条款 发到你的邮箱里 你先看一看 那我们就见面碰吧 嘟嘟说想你了 说要拿自己的压岁钱 请你吃饭 还说你答应了带她去抓娃娃 余阿姨 什么时候有空 对小孩子的承诺 一定要做到啊 好 您定时间 江安姐 你去哪儿啊 一会儿力天有个脑报会 你参加吗 我要去繁星对接客户需求 我要是能赶在节目就参加 好 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啊 我听那个设计部的小廖说 撞见张总给猎头打电话 张总好像有跳槽 还说了一句什么 这公司干到头了 职场天花板什么的 跳槽 哎 灵力姐 你之前不是说张总有意培养 你为接班人吗 哪能到我呀 没看到余佳恩得逞啊 余佳恩得了吧 她要接了张总的班 那我们几个干脆 集体离职得了 对 灵力姐 我们几个是肯定都支持你的 对吧 小敏 哦 对 对 来 饿死了 这么多好吃的 辛苦了 宝贝 一会儿呢 火烧碗 这 怎么了 怎么还委屈上了呢 是不是我说什么 过分的话了 没有啊 不管你的事 你就是突然有点害怕 害怕什么呀 害怕你跟我在一起 就是你一时分糊涂 但你清醒过来了 你就不跟我在一起 我哭了啊 我都多大了 又不是小孩子 我能分辨出我真心 喜欢的是谁 你要不刷书就好了 那你希望我多大 我希望你 是一个 我跟你在一起 我不会自卑的年纪 自卑什么 你家是好 你年轻 没结过婚姻有才华 我就是觉得我们的未来 特别妙吗 就这事啊 这多大点事啊 欢欢 我其实就是最近在写歌 压力特别大 我打游戏是为了逃避 如果你不高兴以后 我就不打了 我没有不高兴 我总是对现实感到恐慌 我没年纪三十岁了 突然成了一个无业的北漂 还给了一个比我小的男生 台恋爱 不怕 大不了咱们就结婚 我是北京人 嫁给我之后你就是北京媳妇 咱不算北漂 结婚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而且我要去欧洲参加音乐会了 如果我一战成名 回来之后会有很多公司 愿意签我的 那你也好好写歌 我给你做后勤 然后你去欧洲的时候 我给你做助理 还给我当助理呢 咱们两个谁照顾谁 还不一定 肯定是我给你当助理啊 我还能给你做饭呢 你还会写词呢 以后要是有人喜欢听我的歌 我就跟他们说 我歌的歌词 全都是你写的 你真的觉得我的歌词写得好吗 真的呀 上次你不是替我写了一首歌的 高潮部分吗 剩下的部分 我还等着你给我写呢 那我现在就去写 先不解 咱们先把饭吃了 后面有的是时间 会写好多好多歌 好 好 满肉吃了 多吃了 你也多吃点 你也多吃了 好吃 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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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那边还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那你回吧 好 好 我可以旁听吗 好 当然可以 苏总好 坐 苏总 郝总 你们看一下 这份数据分析报告 是我们在线上 做的市场调研 是不同城市 不同收入 不同年龄的 五百名女性为样本 问卷方向主要是调查 大家对繁星模式的认可度 通过数据调查 我们看到的是 月薪超过两万的女性 对繁星模式的认可度 非常低 在年度营销的方向上 我们初步计划 把高收入的女性 完全从意向客户里丢掉 走大众化的路线 这可能会涉及到 你们战略定位的问题 放弃中高端客户 也就是要砍掉 我主要负责的商品部门 我们对维一派 也做了分析 认为这是走一个 差异化的方法吧 在营销策略上 我们打算做热点事件 让繁星满足 白领们基础需求的 特质深入人心 余经理 我冒昧问一句 你们做乙方的 还要管我们 繁星怎么定位吗 还是说你跟许耀 已经私下讨论过了 我就不明白了 繁星到底是我 跟许耀的公司 还是你们俩的公司啊 余经理 为繁星挑选 有品味的轻收服装呢 是我动力商品部门 买手要做的工作 你的意思是说 我对繁星没有意义了 学要也是这个意思 精简商品部门 用供货商的货 去满足所谓的细分市场 来和竞争对手 走不同路线 这么巧啊 你们的想法完全契合吗 郝总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在繁星 我就像个局外人 你们几个老熟人 做主了呗 快来万块是迷惑 苏伊发表了 徐总 快再说吧 苏总 我只是作为一个服务方 从我了解到的市场角度 给出你们一个建议 您可以采纳 也可以否定我们的方案 决定权是在名手上 究竟是市场角度 还是你帮着徐瑶 一起打压我呀 定位 苏总 定位 宣传 商品 渠道和定价 这都是市场营销 应该考虑的因素 那于佳恩 作为我们的营销服务方 他站在这个商品的角度 去思考 其实是认真负责的态度 苏总 我想请教一下 你做繁星这么久了 你穿过你们平台的衣服吗 你可以 代表繁星的客户群吗 你说这话跟许耀一模一样 看来你俩私下 没少讨论关于繁星发展的事啊 余经理 我是同意你来带繁星的项目 但也请你注意分寸 苏总 是我请许总过来的 因为我们这个定位问题啊 是否要在这个年度的营销中进行修正 必须得赶紧敲定了 不然的话就会反复地修改 浪费大家的时间啊 苏总 公司内部的分歧 我从来都不会对外说 作为乙方的余经理 更是无从得知 我跟你在战略发展方向上的 看法不一致 你现在说我把他叫过来 目的是要站队 是为了要打压你 你是在质疑我的专业 还是不相信我的人品 更何况 我们繁星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为什么要和营销公司的 余经理去沟通呢 许总 苏总 要不然这事啊 我们先内部商量好 再跟余经理开会了 余经理 今天你先 好的 我知道了 那你们先聊 先走了 许总 要是我坚决反对 砍掉中高端产品线呢 如果你坚决反对的话 那就搁置 在意 所以 任何一个项目都有 无数种和竞争对手 打擂台的方式 而差异化 是我们目前解决起来 最可行的那一种 但是比起这个 我更看重的是我们几个 能不能信我一出师 对 大家朝着一个目标努力 才是最重要 余经理 那就麻烦你 按照我们现在的需求 重新梳理方案了 好 好 余经理 我冒昧问一句 你们做乙方的 还要管我们繁星怎么定位吗 我是同意买带繁星的项目 但也请你注意分寸 余经理 那就麻烦你 按照我们现在的需求 重新梳理方案了 你怎么办 我是来工作的 又不是来正方制作的 我觉得于家恩说得对 应该调整定位 只为普通白领服务 他们的需求更大 精准定位 热点营销 更会被他们记住 繁星对于苏毅而言 必须是符合他们 那个阶层气质的声音 要有审美 要美好 要有品位 要不能被他们 这个权责的人嘲笑 就算是在路边摆摊卖的 也必须得是澳洲龙虾 那怎么着 咱还得一边卖煎饼果子 一边卖澳洲龙虾 当然不行 所以我得想办法说服他 但是他刚才情绪那么大 我说服不了他 我算是想能来了 这合伙创业啊 就不能参加男女之心 那本来是公事 你最后闹得是情绪之争了 不理智啊 都不理智 行了 苏毅那边我想办法搞定他 如果我实在说服不了他 我就只能寄希望语 用投资人来压他 那也得找一个 不是他爸的投资人 赶紧入局 我们现在遇到的困境 一是定位 二是融资 三是市场推广 这就好像数学试卷上的 三道答题 看似很难 但是只要解开 其中的两道题 第三题也就因人而解了 或许还能拿个高分 那咱们先解哪两道题呢 余经理啊 我们的方案需求不变 麻烦你按照我的要求 落地完整的方案 你也不认识 我是凡星的创始人 我叫许耀 我们是一家为都市女性 提供时尚共享的公司 简单来说就是为 都市女性衣橱 永远少一件衣服 这个未解之谜 提供结局 老总好 以租衣服的模式 只需要很少的贵费 就可以为女性 提供一个在线云地处 海量服装任意调选 物流配送 和品质系列 和消毒 多快 省得有时 我们就先建议一个 互联网时代的 传业新感言 我们的管理团队 尤其是由商品 加产品加运营 三方分管合成 负责商品主总 有十年 在市场杂质层严谨 由它来负责款式的挑选 广潮流趋势势的版图 负责市场和运营的好总 曾经在多家上市企业里面 负责 负责运营的好总 曾经操盘过多家上市企业的经典营业 而产品和占领的方式 主要是由我们的负责 挺好的啊 继续啊 不是 我还是觉得不太对 你一创业狗 路远那种场面 你早就见惯了 有什么可提前练习的 赶紧放松点 可能正是因为 太习惯了 反而让我觉得不对 我们是谁啊 我们在做什么 这是一个怎样的行业 我们提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盈利模式是什么 有着怎样的市场规划 每个人都是这么介绍的 但是每家公司 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我想我们要在这十分钟里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才行 你怎么跑咖啡厅来工作了 写方案的 丑死了 你哥呢 让我往左走 苏伊呢 让我往右走 你说 我该往那边走 往我哥那边走啊 万一出了事 我哥肯定能帮你顶着 那你要是往苏伊那边走 出了事 他肯定推你出去当挡箭牌 我虽然不懂职场 但是我都女人 还找我干吗呀 你帮我写个简历吧 我想去找工作 简历 你打算怎么写啊 七年全职太太 让她拥有了 合理利用时间 高效统筹家务 在人渣老公和 极品公和中生存的 让李念欢拥有了 勤劳 勇敢 踏实 能干等优良品质 明白了 你想做家政阿姨呀 哎 真行 哎 真可以 张姐姐需要吗 我看她成天一堆那个衣服 包包鞋子乱扔 我可以把她的衬衫 烫得一点褶子都没有 为什么突然这么着急找工作 你缺钱啊 早知道就跟徐文松 把官司打了 现在真的觉得有点儿确切了 鬼扯呢 要靠着和前夫打官司成富婆 那也不是什么真本事 还是自己挣钱靠谱来打劫 真的打我开玩笑呢 所以我才要找工作挣钱啊 想听真话吗 真话 那你悠着点说 悠着点 欢迎来到残酷的现实世界 李年欢找不到工作了 因为你的简历没法看 工作经历上只有四个字 全职太太 全职太太怎么了 那犯人出来还能重新做人呢 全职太太怎么就不会重新做人了 三十岁了才开始重新做人 李年欢同学不容易打 二十九 徐文松不是一自行 给了你十万块钱的赏养费吗 再怎么缺钱 也不至于这么着急忙忙地找工作吧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 千万要替我保密 怎么了 是这样的 有一个欧洲的音乐集 他们呢 邀请赵昂 去唱歌 前线呢 中间人的是他朋友 打点费要二十五万 赵昂王作为主唱 他出十五万 鼓手和剑台手一人五万 那赵昂哪有钱呢 我就把我十万块钱给他了 还有从信用卡里接了 一半块钱 你们疯了 李年花这么大的事情 你不跟我商量一下的 我们先聊聊 那我市场屋还得开一块 十分的满分 你总想让别人看到 你可以做到十一分 其实多出来那一分 别人不一定能看得懂啊 那也得过自己这一关吧 这次露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有很多圈内知名的投资机构 都会参与进来 但凡能撬动一架 其他的公司就会跟头 这也是解决目前困境的最优途径 创业是持久诈 对吗 创业 创业是一瞬间的烟火 一秒神一秒死 在这条道路上每一步 都是战战兢兢 属于薄屏 你别给自己踩踏压力了 这次路远不行 咱们还有下次 反正账面上的钱 还能撑一阵子 死不了 思雨 我还是觉得 怎么了 关于定位的问题 我一直在想办法 不知道怎么样 才可以说服你 我在书里 路远演讲逻辑的时候 我发现 定位不清晰 确实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希望你可以放下情绪 理智地来看待这个问题 行 那你就拿出 能说服我的办法 你说 你喝迷魂汤了吧你 十万块钱啊 你手伸得很直吗 不带转官的 被骗了怎么办 不能被骗的 他这个朋友 是赵王在欧洲留学时候认识的 是个富二代 他不差这点钱 这点钱 李宁华 现在日子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 你现在没有生存能力 赵昂更靠不住 你得留点于梁自己过日子吧 这事太太不靠谱了啊 有本事就去 没本事就不去 干吗拿你钱啊 于建安 怎么了 我说错了 是撞的 我爸呢 说当作家不靠谱 当教师才靠谱 我来北京 他们说北漂不靠谱 在他们身边才靠谱 我嫁人 他们说许晕松靠谱 结了婚 我想出去工作 许晕松说 在家当全职太太才靠谱 我一直都在做靠谱的事 但照样她不一样 就想当歌手 想让我给她写词 我知道这是一件 不靠谱的事情 但就是这个 你们认为不靠谱的梦想 我想跟她试一试 我还 做梦是需要条件的 我还想当设计师呢 可前提 我是不是得把自己养的了 我说点实际的 房租怎么办 一二谁交 那从欧洲音乐节回来 那国内的经纪人 和经纪公司 就会看到她 签约她了 这时候我们就有收入来源了 你听过她唱歌呢 真的特别好听 喂 亲爱的 花花 你往左看 这是什么啊 我刚刚录录的时候 看到一个老爷爷在卖棉花糖 我猜你一定会喜欢 喜欢吧 喜欢 那你等我啊 我这就出去 我等你 那我就走了 我们两个下面还有约会呢 这个事情 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拿我的钱 她也很亏一旧 挺上她面子的 我却了好久 她在同意她 天天在一起 哪天不是约会 那你就不懂了吧 这跟弟弟谈恋爱啊 就像进入了一个 泥彩斑斓的游乐场 每天都有不同的灯光秀 美妙得很 你自己试试就知道 你赶紧去你的游乐场吧 我还要在我的 批评价格里灯光走 那我走了啊 黄华 当年 也有人跟我说过 放弃北京工作的机会 连河需要回成都冲业不靠谱 但我依然义无反顾 算了 钱花了就花了 大家的二十多岁都差不多 好好约会 我替你做解密找工作 不愧是我亲闺蜜 爱你哦 我走了 前嫂子 我 你 冠军 大学生创业大赛冠军舞 真的 严安 我一定要让你幸福 我不过才毕业几年而已 凭什么我三十岁 一定要获得成功 这个社会为什么不允许 一个三十岁的男人 活得像普通人一样呢 我这是你 你还从中的人 来 你还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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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得罪我 你还好 几年的时候 istan 你还要说 我还等你 你还不法 我本来还担心 你当上副总监 跟大家相处不好 不过最近看起来呢 也没什么问题 都挺好的 你继续努力 只要明白了 接下来公司主线任务 是发展事业 提升自己 努力赚钱 都能仓处愉快 但凡你不对别人 抱有任何的期待 永远都不会崩溃 张总 你要换工作啊 树挪死 人挪活 我又不是光谱的老板娘 换个工作不很正常吗 你今天太累了 我送你回去早点休息 也为路言要听许瑞 不是说手里没事 才叫休息 那得是心里没事 才叫休息 你就把你的生活 想想得很抽不定 该休息的时候 就把抽筋关上 然后锁死 让你的大脑得到放松 好好谈谈恋爱 好好享受生活 这工作不是你要全部 余佳安快下班了 你待会儿就找他 这就对了 看来整个北京啊 也就余佳安 是你的生活了 三十岁 单身 收入不高的 他不低 所以他能成为分心的用户 也许余佳安知道 我们的会员 在这个城市里 都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说什么呢 我说我想见余佳安 可是你家光谱十年了 都没有要走 现在发展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弄工作 就是因为已经十年了 业务已经非常熟悉了 没有什么大的挑战了 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地重复 你都打拼了十年了 现在走的话 不是前功尽弃吗 我都奔四了 如果接着享受前十年奋斗 带来的红利 那未来十年二十年 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了 这辈子基本上也就这样了 再说了 我毕竟是给陆总打工的 曼明正的血汗钱 也实现不了我想要的财务自由 那你可以找陆总谈啊 往上升嘛 我看得出来陆总是拿你 当自己人的 往上升 再往上升 能代替得了陆总啊 这两年啊 我和大公司打交道 发现呢 最上次呢 领导百分之九十八都是男人 为什么 女高管们呢 爆发力强 但跑不了马拉松 婚姻 家庭 育儿 都会成为他们事业的阻力 我啊 没结婚 没生小孩 总不至于到最后 只有这么点成就 那你辞职以后 打算干什么呀 我上海的一个老朋友呢 邀请我当合伙人 我想去跟他聊聊看 去上海 之前你男朋友 让你去上海你都不去 现在你要去上海 他要知道了 他不得气死 那能一样吗 我为了他牺牲自己的事业去 和我为了自己的事业去打拼 这根本是两件事 冷酷 但是真的 很苦 对吧 要我来这里赶快 你不是问我 在哪里可以看到像我这样的人 在这座城市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公交站是个好地方 他们打拼了一天 即将回到家中 公交站是他们的中转站 是社会性和感受性之间的 那个自我 社会性和感受性之间的 那个自我 社会性呢 就是融入职场 感受性呢 就是回归家庭 只有从职场到家庭的那段路上 才会看到最真实的他们 我好像明白了 就像以前我在成都 自己开着那个破二手车 从公司回到家 每天要在家楼下 吸了火在车上坐上一会儿 好像只有在那一刻 我才属于真正的自己 我有那么可怕吗 让你不敢回家 你有毛病吧 你才有毛病 不买鸡不整啊 你看你 你少转一话题了 你就宁愿在那破车里坐着 也不回家帮我骚吐到 不是 看嘛 那两口子吵架的样子 像不像咱们一起 不是 你放开我 妈妈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 站着 妈妈 你站在那儿 等我们一会儿 妈妈你别走 你站着 妈 你干嘛呀 难道我说错了吗 咱们俩这个月 还了房贷和信用卡 就剩五千块钱 你花一半给自己置半身行头 咱这日子不过了 可是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你跟我说要赚钱买房 我省吃点又不敢花一分钱 累死累活买了房 后来我怀孕了 私职了 你又说养孩子 我网上淘了那些衣服 穿了三年又三年 我现在又重回职场了 我给自己买身衣裳 我怎么了 你以为你穿一身 三千块钱的衣服 别人能够看你两眼吗 对 不会 可是这因为不会 我要穿着 让我有自信的衣服回去 我要把我的不堪 都藏在这里面 至少我自己觉得 我不会那么难看 妈妈 烦了 老师 别哭 妈妈 别哭 别哭 这位女士 麻烦你看一下我们这款 三千块钱办一个年度会员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呢 你可以租任何你想要的 好看的衣服 你烦不烦呢 瞎特效什么呀 没看我烦着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不是故意要看你们吵架的 我们在做市场调研 正好碰到你 觉得你是我们的目标用户 这样吧 我可以送您一个月的会员 你可以免费试用 但是我需要 你把使用心得回馈给我 还有我看你今天买的这件衣服 应该是上美女装旗下的 高端品牌 上美女装 跟我们公司是有合作的 在我们的平台上 你可以挑选 很多同位品牌的款式 而且我觉得 重回职场的你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每一天 都把自己打烂的自信播放 看着我 看着我 真不要钱吗 也不是说不要钱 需要你花时间和精力 跟我们市场部门的人 进行沟通 你要知道 你的时间和精力 也是非常值钱的 行 那怎么操作啊 刚才那妈妈还说要把她 三千块钱的衣服给推 对啊 你今天送会员 拯救了一场家庭大战呢 看着这些 从公交车上下来的女儿 她们有的 像是刚毕业的学生 有的像是 在职场里打拼 多年不见天日的人 有的就像是 刚才我们遇到的那种 想重返职场的全职妈妈 性价比高的漂亮衣服 于她们而言 这不只是衣服那么简单 更是自信 是行走在职场上的战袍 是生活在这个 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为自己顾及的担忧 我开始相信 我们繁星是有价值 是有市场 对啊 职场都是看着一下菜叠 你穿什么衣服 拎什么包包 带什么首饰 都是你的标签 可一个月就那么点钱 你还要租房 社交 护肤 有的还要顾父母 你买衣服的预算 还能剩多少 和别人合租的卧室里 有多大的空间 是用来放衣服的 这还是 没结婚的女孩子 要是结了婚的 还得老公公婆孩子 这是多数 是每个城市里的大多数 而且这也是符合 二八点预论 真的像张青或者苏伊那样 舍得花几千块钱 为自己买一件T恤的人 毕竟在少数 而另外的百分之八十 是每天 在寒风当中等公交的女孩 是深夜加班 舍不得打车 穿着高跟鞋走路回家的女孩 只要我们能做好这百分之八十 就算占有力只有一半 也比那百分之二十要多 你不相信我说的 不是 是好久没有看到你这样了 你要一直这样下去 你的烦心 一定会神让发光的 我这样 我哪样了 饿了 请我吃甜蜜饭 来 建民 没说完呢 说啊 我哪样了 你说我是加火腿肠灯 还是加简单 老板 来一份那个 超级无敌至尊豪华套餐 好的 就是全都要啊 把我翻户的尾巴露出来了 唱颜慢慢转来遥远的呼唤 月光渐渐满眼 寂寂的海面 我的心跳被火烟烟成一段 随着你的出现 神色淡淡天光浑水了一半 心太蓝蓝全世界都在旁观 只有我的脚步 在追赶不知疲倦我的心心念念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 怕破坏了节奏 我心已失手 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 就被你猜头 拒绝尽随气候 神色淡淡天光浑水了一半 心太蓝蓝全世界都在旁观 只有我的脚步 在追赶不知疲倦我的心心念念 I'll say hello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不敢开口 怕破坏了节奏 我心已失手 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 就被你在头 拒绝尽随气候 I'll say hello I'll say hello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I'll leave you 不敢开口 怕破坏了节奏 我心已失手 I'll say love you 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 只怕还没开口 就被你猜头 我心已失手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一些竹 Prinzi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